蛇中裂纹虽深 但首要的不是制皮 否则制个一年半载都没用 蛇中裂纹深 很多人一看到这就便认为皮肾两须 开始健皮 后则补肾 但健皮后 你会发现 效果并不明显 这是因为病症看似在皮 但实际在肝 你看蛇鞭股胀 发红说明肝育并不是一两天的事 已经化热 若把它给忽略掉 那就是一变补皮 一变伤皮 因肝育克皮 所以这时 光靠补皮虚施 是没用的 另外 肝育气机不畅 会组织药效的吸收 而健皮药多数温热 这样只会加重肝火 所以这个舌下 首要问题是肝皮不合 再结合患者食欲不振 容易负胀 尤其生气后症状更加明显 同时易造易怒 心情不舒等 符合肝皮不合的表现 所以正确的思路应现 疏肝清热 健皮虚施 同时进行 最后再根据情况补肾 单之逍遥 加香沙六菌汤 一气健皮 何谓话谈 我们 会